花蓮受封箱台11丙县16公里处15号凌晨5点左右 发生了一起轿车自撞路数翻覆的事故 而消防人员获报赶至现场 发现共有4名伤患受伤 其中2名昏迷附驾乘客则是抛飞车外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消防人员立即将4人分别送往花蓮慈祭 以及门诺医院急救 而警方调查4人皆为未成年少年 而驾驶没有驾照 酒测值为零 事故原因仍待调查理清 据了解开车造势的温姓少年酒测值为零 没有取得家长同意就把车子开出门 载着苏姓少女 苏姓男童以及猴姓少年 到台东游玩 15号的清晨开车回花蓮沿着台11丙 游南往北行驶 行经16k的位置时 疑似太累打瞌睡擦撞入宿 紧急刹车却失控反复 本分队于今日上午5点15分 接会起寿风箱台11丙16k处的车祸案件 本案件为自小客车自撞入宿造成车辆翻覆 车上总共有四位伤患 其中两位已经昏迷 两位清醒 其中一名已经副驾驶座的人员 已经抛飞到车外并且呈现欧卡的状况 本案件分别由我们寿风九一寿风九两以及凤零九一 分别送往慈济以及门诺医院救治 救护人员到场之后发现 翻覆的车辆扭曲变形 零件散落满地 车顶车头也都凹陷 现场救出三人 而副驾驶座的男童则是抛出车外 失去了生命迹象 四人其中有两人陷入昏迷 至于驾驶 文型少年则是意识清醒 市民伤患由救护车送往两家医院进行急救 记者凌桀收封箱采访报道